深夜的酒吧里,男人只是好奇看了一下门外,就被怪物抠下了一颗眼球 几分钟后,血灵的眼眶里,竟已爬满了蛆虫 这是B级影片《寿宴》中重口味的场景之一 友情的一事,今天的故事主打的就是一个血腥加恶心 吃饭的时候千万别点开 故事发生在郊外的一家小酒吧 电影刚开始,分别介绍了里面的人物 由于人数很多,加上一些还是龙套角色,咱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夜里的酒吧十分热闹,然而这种和谐的氛围随着一个男人的闯入彻底被打破 男人名叫英雄,看起来一脸的男主相 英雄脸上有伤,手里还拿着一把枪 他一脸严肃地告诉酒吧里的人 你们如果不想死,接下来就听我的安排 酒宝大爷听到这一话,立马不高兴了 你算哪颗小蒜苗,跑到这里发号势力来了 担心擦枪走火,英雄乖巧地放下枪 向大家解释,外面有一群可怕的怪物 他们嘴里长满了牙齿,还有锋利的爪子 说完,英雄拿出一颗恶心的大脑袋 是刚才被他杀死的小怪物的 随后,英雄给所有人安排任务 比如封闭门窗,下水管道 或者打电话搬救兵等等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也不知道英雄是谁 所以没人听他的话 见状,英雄一句话给出了解释 尴尬的是,装完逼的英雄 下一秒就被窗户外面的怪物抓住炫掉的脑袋 飙刹的血液,见了服务员小甜心的一身 就在所有人吓得发懵时 又有一个女人闯了进来 她叫希娜,是光速下线的英雄的妻子 她问我老公人呢 没等大家回应 门外躁动的怪物一招隔山打牛 把希娜打飞齐米院 接着,怪物向酒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两只大怪物进不来 于是派了一个小的钻进来 小怪物的速度极快 快得看不清它长什么样子 眨眨眼的功夫 酒吧里的人死得死,伤得伤 战况十分惨烈 拿下几条人命后 小怪物没有继续屠杀 原来,它被墙上的路头雕像吸引 爬上去做起了不可描述的动作 怪物像是被扒了皮的动物 长得很抽象,也很恶心 关键时刻,还得是酒吧大爷 他在别人围观的时候 抓住机会,给了小怪物一枪 受伤的小怪物 十足掉到下面的冰柜里 酒吧大爷眼疾手快 连忙上锁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大爷赶紧去关窗户 可是,大怪物还在外面 所以关窗失败告终 切心的是,大怪物吃了几具尸体后 可能是饱了,没有继续闯入 英雄的尸体 也被怪物当成了宵夜 一开始,西娜也想保住丈夫的遗体 可西不是怪物对手 最后她只能从丈夫手上 摘下结婚戒指里面做纪念 之后,所有幸存者聚在一楼 西娜告诉他们 这些怪物像是某种动物的杂交 又像是腐烂的豺狼 身体又大又扭曲 现在怪物还在外面 虎视眈眈 要想活命 只能把酒吧彻底封死 这时,单身妈妈苏菲突然想起来 刚才下楼之前 她把儿子柯迪藏在了衣柜里 于是火速上楼 结果母子两才刚会灭 意外就发生了 怪物毫无人性地吃掉了柯迪 更可怕的是 怪物的消化能力 踩转头的功夫 柯迪已经被消化 变成一堂绿色的粘液 站在门口的卷毛哥 倒了大霉 被怪物吐了一声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西娜拉着悲痛欲绝的苏菲 赶紧下楼 黏糊糊的卷毛哥下楼之后 立刻到卫生间里冲洗 怪物的绿色粘液已经够恶心 没想到里面还混杂着无数蛆虫 洗完后 瀕临崩溃的卷毛哥想离开这里 结果却遭到西娜的阻止 现在开门 岂不是让所有人 一起给怪物送人头 西娜妥妥的行动派 能动手的绝不动嘴 一顿招呼后 卷毛哥终于老实 酒吧地处荒漠位置很偏 想向外面求助 电话却收不到任何信号 唯一的通讯工具是无线电 但放在楼上的衣柜里 没人敢去 给一楼门窗做加固的时候 酒吧老板让人把血淋的尸体扔到地下室 放在这里实在影响心情 小甜心在给哈雷大妈收尸的时候 偷偷拿走她的手枪 大妈到酒吧是打算抢劫的 结果被怪物劫足先登 刚处理完尸体 冰柜里的小怪物开始蠢蠢欲动 老板捕了好几枪 愣着被打死 苏菲为了发泄丧子之痛 拿着枪对着冰柜一对出出 用了块十发子弹 总算让小怪物彻底领了喝饭 绝毛哥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一个小怪物都这么费子弹 那外面那两个大的 岂不是更难杀死 听到这儿 陈一南这个大聪明 想到了一个小妙招 能让怪物知能而退 简单来说 就是向怪物示威 把他们吓退 怪物对人类来说 是特殊物种 反之 人类对怪物同样如此 只要让外面的大怪物 见到小怪物的尸体 他们自然会知道 人类的厉害 不敢来招惹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于是 陈一南找来一根棍子 然后挑起小怪物的尸体 伸出窗外 阿波 社会闲散人员 他担心怪物没注意到 于是扯着嗓子 不停地激怒怪物 阿波的弟弟小波 是个残疾人 只能坐轮椅 见哥哥如此勇猛 小波眼睛里的崇拜 都快溢出来了 然而 计划赶不上变化 外面的两个大怪物 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他们非但不害怕 反而抓走小怪物的尸体 吞掉了 更炸裂的还在后头 一公一母两个大怪物 之后竟然开始了 羞耻的两人运动 而从母怪身体里 掉下来的胚胎 不到五分钟 就孕育出了 一个怪物幼崽 这反正能力太强了吧 陈一南的计划 彻底失败 那么 这些怪物到底是什么来头 西娜告诉大家 他也不清楚 事情的起因是 今晚他和丈夫 打算过二人世界 于是把女儿 交给婆婆照顾 但没想到 丈夫开车不小心 中途撞死了一个小怪物 结果 引来怪物一家的追杀 听到这儿 酒吧老板迅速抓住了重点 也就是说 是你们夫妻俩 跟怪物有仇 是你们把怪物 引到这里来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怪物真正想杀的人是你 老板掏出小手枪 想把西娜赶出去 西娜也不是好欺负的 反手就架起更大的喷子 眼下正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怎么能内部分裂 况且我们联手杀死了小怪物 现在想抽身 晚了 打也打不过 说也说不过 老板瞬间乖巧 阿波找到年纪最大老太太 你这么老 一定见过世面 比如听过一些鬼怪传说之类的 你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怪物 怎么消灭它们吧 老太一问三不知 酒保大爷和我一样老 你怎么不去问他 西娜让阿波不要强人所难 怪物来都来了 接下来只能拼个你死我活 阿波早就看不关西娜 一副老大的姿态 于是提出换领导 这个人要熟悉酒吧里的环境 还有一点胆识 比如我就很合适 枪打出头鸟 大家都没说话 默认阿波尚未成功 九毛哥的情况不容乐观 虽然洗掉了身上的粘液和蛆虫 但钻进鼻孔的虫子 已经顺着皮下爬到他的胳膊 并且体积肉眼可见的变大了好几倍 担心被当成异类 九毛哥什么也没说 之后他一直关注着窗外的情况 大家劝他离远点不安全 他不听 我没看到怪物 他们肯定走了 但很快 卷毛哥就为自己的天真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折服在黑夜中的怪物 刷的一笑扑过来 简单粗暴地抠掉 卷毛哥的一颗眼珠子 而另外一只大怪物 则朝厕所发起进攻 蹲坑的陈衣男 绝对有什么东西摸他屁股 没等站起来 内裤就被没收 一旁老太太看到两眼发光 苏菲让陈衣男快去换条裤子 其他人赶紧去帮帮受伤的卷毛哥 没有药也没有医生 小甜心只能简单把伤口包扎了一下 之后大家复盘了一下 所有人手里的子弹 加起来都没有十发 用来对付外面的怪物 肯定是不行的 好消息是 地下室可能还有一点 小甜心趁大家不注意 偷拿了一颗子弹 但他不会用枪 半天子弹也没装上 阿波只是名义上的老大 重要关头还得靠希娜 他迅速制定好了计划 让阿波去楼上拿无线电 你不是老大吗 难道还怕吗 阿波抹不开面子 只好硬着头皮上 酒保大爷和陈衣男 也跟着他一起去了 希娜交代大爷和陈衣男 锁好门 拿着钥匙在门口等着 让阿波一个人到房间里拿无线电 等他成功了再开门 这样就算行动失败 死掉的也只有阿波一个人 能把伤害降到最低限度 希娜当然也没闲着 他带着苏菲到地下室找子弹 担心阿波反悔 大爷和陈衣男 把他推进房后迅速锁门 房间里一切正常 阿波很快找到了无线电 不料话刚说完 怪物就被抢走无线电 钻了进来 阿波大叫着要出去 外面的两人不是不愿放人 而是大爷用力过梦 折断了钥匙 听到动静的希娜赶来救场 她一把扯下大爷的耳环 成功开锁 阿波顺利逃出房间 而在关门的一瞬间 怪物的私密部位 恰好被门卡得死死的 希娜举起手里的刀 当场给怪物做了绝育手术 而切下的关键部位 则被阿波踩成了一滩肉泥 酒吧一楼的门窗加固已经完成 大家都以为躲在这里 等待救援就行 可是好景不长 怪物被激怒之后 开始疯狂地攻击酒吧四周 普通的木板根本挡不住 用不了多久 一楼也要沦陷 小天心提议 各自去找各自的车 然后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老板不同意 这里有老人 还有坐轮椅的残疾人 茂茂然跑出去 就是送死 这时 躺了大半天的卷毛哥告诉大家 地下室有个送货出入口 通向外面 老板的运货车离出入口最近 只要有人出去 把车开到酒吧门口 就能带所有人逃生 机智的小波想到 酒吧里有酒有汽油 可以自制炸弹 把炸弹绑在尸体上 等怪物闯进来 想用尸体的时候 就能把他们炸死 哈雷大妈的尸体成功入选 因为他只是断来一条腿 尸体比较完整 用来做人肉炸弹再好不过 可要想引爆 还得到楼上接通电线 老板让阿波 拖着哈雷大妈的尸体上去 阿波不愿意 我已经拼过一次命 怎么还来 老板的解释很合理 因为你运气好 很多时候实力在运气面前 不值一提 阿波无力反驳 于是拉着老板一起上 两人行动的同时 西娜和陈一南 前往地下室的送货入口 准备开老板的货车 来接应大家 卷毛哥这边 甜心好奇 他的眼睛怎么样了 于是掀开了布条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失去眼球的眼眶力 满满当当 全是蛆虫 卷毛问他有没有好转 甜心怕他受不了打击 骗他说好了不少 然后跑到厕所 差点把年夜饭都吐了出来 行动过程中 阿波和老板震惊地发现 哈利大妈只是晕了过去 并没有死 以为他诈尸 两人吓了一大跳 事已至此 面对大妈的求救 老板绝情地告诉阿波 不死也当他是死了 现在到楼下换尸体 已经来不及了 正说着 大妈突然被怪物拽走 电线也被快速拖动 好在前军一发之际 阿波死死抓住了插头 很快怪物停了下来 他看大妈风韵犹存 竟然数据大发 趁着怪物发泄授欲 阿波果断接通电源 炸死了怪物和大妈 完事后 老板格外叮嘱阿波 千万别说大妈是活着被炸死的 否则一枪轰掉他的脑袋 听到爆炸声后 地下室里的西娜和陈一南 随即展开行动 陈一南负责去开车 西娜则开枪吸引怪物的注意 然而光靠西娜一个人很难顶不住 苏菲想开门放她进来 却遭到卷毛哥的阻拦 苏菲忍不了 夺了卷毛哥的枪将其控制 因为哈利大妈的事 阿波和老板打坐一团 混乱中 阿波以为怪物闯了进来 于是开枪 可万万没想到 子弹击中的竟然是西娜 她见大门进不来 于是爬上阳台 从二楼的窗口翻了进来 西娜死得冤啊 不过正因为阿波错杀了西娜 现在她和老板都抓住了对方的把柄 最后两人达成一致 会保守对方的秘密 回到大厅 他们告诉其他人 西娜被怪物抓住吃掉了 陈一南迟迟没有动静 老太太默认她也死了 于是偷偷带着一瓶酒去了地下室 代替西娜女英雄位置的是苏菲 她让大伙别丧气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出去和怪物拼个你死我活 阿波立即响应 但老板却说 我不走了 我要留在这里等待救援 你们加油 冲出去的时候越吵越好 这样怪物被你们引走 我就安全了 老板说这话的时候 怎么也想不到 接下来倒霉的就是她 怪物神不知鬼不觉 掏了个地洞 一招黑虎掏心 就把老板杀死拽走了 酒吧里瞬间乱作一团 阿波赶紧搬来桌子 堵住地板上的洞 除了苏菲 没人相信陈一哥找到了车 苏菲带着一丝希望 看向门外 却收获了绝望 陈一哥已经被怪物抓住 他们用他的脑袋 不停地砸向大门 等到门被撞开 陈一哥也就挂了 期间 酒吧里的人没有放弃 他们架起酒筒 在怪物即将进来的时候 立刻开枪 爆炸声吓退了怪物 也让他意识到 酒筒有危险 不能吃 危机暂时解除后 他们让身材娇小的甜心 藏在酒筒里 然后滚到货椒旁边 计划很成功 然而不讲武德的小甜心 上车之后 不管其他人死活 最后竟然一个人 开车跑路了 没过多久 大怪物再次发起进攻 一来就把墙给拆了 怪物撕下面具 露出无法形容的真面目 全员陷入恶战时 卷毛哥拿着自制的燃烧瓶 准备炸一炸怪物 因为一只眼受伤 卷毛哥的眼神不太好 走到怪物跟前了 他都不知道 最后被怪物拍碎了脑袋 阿波和酒保大爷合作 把怪物压在了木板下面 苏菲想开枪 可惜没子弹 情急之下 只好用枪杆 把怪物狂怼了一顿 阿波拿了吊在地上的燃烧瓶 成功点燃 谁知苏菲过于彪悍 打得怪物鲜血直冒 好死不死 滋出外的血恰好灭了 斩烧瓶热的火 一波未平一波幼气 独自压着板子的酒保大爷 没能坚持住 不幸被怪物杀死 大爷的惨死 让苏菲的怒气直达到顶峰 他一拳头塞进怪物的喉咙 把他活活噎死 天亮后 阿波找到弟弟小波 和苏菲一起来到酒吧外 外面风和日丽 没有怪物的踪迹 随后三人乘车离开 对了 差点还忘了一个人 躲在地下室的老太太 怎么样了呢 他要见楼上没有动静 便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 结果一个小怪物 永远扑了上来 没错 昨晚那个怪物幼崽 长大了 故事到此 戛然而止 作为一部纯正的B级片 电影里不仅各种恶搞 还充斥大量恶心的镜头 有点重口味版迷雾的意思 但有一说一 画面实在太暗了 看起来对眼睛很不友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帮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B级电影寿餐系列中的第二部 又名《时人夜2》之极度饥饿 电影中 除了一如既往的血肉飞溅 粘液喷射 一起明晃晃的大胸脯外 导演还对人心的丑恶面 进行了更深的挖掘 老回去吃饭的时候最好别看 时间线紧接第一部最后 荒芜人烟的周济公路上 飙车女王骑着摩托一记绝尘 路过荒野酒吧时 看到一只狼狗叼着人手 从里面跑了出来 飙车女王二话不说 用喷子射死狗 拿到了断手 还记得第一部中 被当成人肉炸弹的哈雷大妈妈 断手的主人就是她 而这个飙车女王正是哈雷大妈的好姐妹 女王混迹江湖多年 看面相就不是好惹的 女王环顾四周 突然被车子下面伸出的手 死死抓住 说出来怕你不信 昨晚被怪物划开脖子的酒吧大爷 竟然没有死 他告诉女王 哈雷大妈是被怪物杀死的 和他没有半点关系 女王不信 把大爷拖到摩托车旁边 准备施以酷刑 为了保命 大爷一五一时 把发生在哈雷大妈身上的悲剧 说了出来 还把锅全都甩在阿波身上 因为炸弹是他绑的 得知阿波已经开车逃到一个小镇后 女王打晕大爷 载着他一起找了过去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怪物早已经入侵小镇 那里的人们正面临着灭亭之灾 时间回到16个小时前 在一对诸如兄弟的家里 弟弟闪电在和女友爹爹乐的时候 怪物从窗户抓住了女友 闪电极力挽留 最后只把摸不着头脑的女友拉了回来 闪电和哥哥雷公 在镇上开了一家拳击馆 闪电打架厉害 雷公主要是嘴炮功夫 听到外面的惨叫声后 兄弟俩连忙跑路 与此同时 警察似乎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警长正在审讯一个制毒贩子 老头藏的身 看起来像流浪汉 其实早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是个科技狂人 随着怪物入侵 警局很快沦陷 刘老汉从警长的尸体上 拿到了牢房钥匙 不过他没有慢慢人离开 因为相比外面 警局反而是最安全的 街上 惶恐的人们四处逃窜 黑哥是一家汽车厂的老板 看到怪物后 他赶紧坐车离开 结果刚上车 就被后座上 两个偷偷做运动的男女 吓了一大跳 扎心的是 女主角金姐正是黑哥的妻子 与他苟合的男人叫史旺 是黑哥汽车厂里的销灌 黑哥心胸宽广 他不仅没把两人赶走 还带着他们躲到安全的地方 天亮后 以飙车女王为首的飞车党 抵达小镇 这里尸横遍野 蓄流成河 惨得不能再惨 大爷告诉女王 阿波肯定走了 不在这里 但女王仍不死心 黑哥这边 他们躲在临时避难所里 密切关注着外面的情况 见怪物没出来吃人 失望觉得安全了 想出去 黑哥不同意 因为女王这些人 一看就是小混混 况且他们手里还有枪 说不定比怪物还要危险 在出不出去这个问题上 黑哥和史旺产生分歧 最后 史旺不顾黑哥的阻止 打开了门 眼看叫离开的飞车党门 发现有人后 又决定不走了 女王进去排查 看阿波在不在避难所里 剩下的飞车党 则在外面把风 没过多久 一辆汽车从金发妹的头顶飞过 掉在地上后 轰的一声爆炸了 爆炸声引来了怪物 女王赶紧安排门口的姐妹们进屋 金发妹离得远 只能和怪物开始赛跑 金发妹好不容易跑到门口 但里面的人为了自保 根本不敢开门 最后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金发妹 被怪物生通活泼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渐渐恢复了平静 大家悬着的心才刚放下 意外又发生了 黑哥身后的意志面墙 竟然塌了 大脑空白三秒钟后 一帮人冲了出去 期间 黑哥三人组和飞车党走散 报仇心切的女王 在大爷的指引下 来到阿波居住的公寓楼 不料 刚踹开阿波家的门 身后突然出现另一波幸存者 他们先发制人 表示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女王毫不畏惧 就你没有枪是吧 随后 女王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 成功团灭对方 看到没死透的 红毛姐手里的铁锤 可不是吃素的 危机解除以后 一个女人颤颤巍巍走了过来 不是别人 正是上一步最后 独自开车逃亡 不顾所有人死活的甜妹 为了撇清和这帮幸存者的关系 甜妹告诉女王 我不认识这些人 我是一个人来这里的 花音刚落 她被九宝大爷一拳干翻在地 接着 大爷又揪着她的头发 一阵毒打 大爷老当异壮 把甜妹打得哭爹喊娘 女王看不下去 让她得扰人处且饶人 但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大爷 还是简单粗暴地 咬掉了甜妹的耳朵 甜妹很生气 掏出手枪说要大开杀戒 这时 眼尖的女王发现 这把枪是好姐妹哈雷大妈的 于是逼问甜妹 枪是哪里来的 见甜妹心虚不敢说 飞车挡起了杀心 然而 没等他们开枪 大爷突然冲过来 把甜妹撞到了楼下 看来大爷是想救她 黑哥三人组 还在外面晃荡 很快她接到朋友雷公打来的电话 说她找到了一个 可以用来避难的金属场 让他们赶紧过去 飞车挡一伙 发现三人行踪后 也跟着一同前往 打开门 一个怪物扑了过来 众人反应过来 才发现是死的 和诸如兄弟一起躲在这里的 还有他们的奶奶 老人家很和善 热心地招呼大家 到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坐坐 问题来了 那具怪物尸体是怎么回事 根据兄弟俩的描述 当时战况很激烈 雷公利用嘴炮 分散怪物注意力 闪电则从背后偷袭 干掉怪物 雷公告诉大家 部队正在一个镇一个镇的搜寻幸存者 估计还要等15个小时 就轮到咱们这个镇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最安全 警察具的牢房 只要躲在里面 或许就能活着等来救援 但问题是 警局大门已经被制毒的流浪汉繁琐 别人根本进不去 大家绞尽脑汁不得其解释 黑哥突然灵感乍现 诸如兄弟开的拳击馆 同时也是一家开锁店 所以打一把警局的钥匙怎么样 雷公说 警局这么远 锁眼那么小 我又不是千里眼 怎么看得到 听到这儿 女王默默掏出兜里的望远镜 很快 雷公利用望远镜 判断出了锁眼的情号 夜里 在大伙忙着制作钥匙的时候 孤身奋战的甜妹 为了躲避怪物追杀 顺着梯子爬到超市的通风管里 中途天花板塌陷 它莫名其妙掉了下来 电话打不通 电灯还忽明忽暗 甜妹还没缓过来 就被身后血淋淋的尸体 吓了一大跳 超市里的所有门都上了锁 装的还都是强化玻璃 真是被困死在这里的节奏啊 甜妹不死心 又是砸玻璃 又是敲门 结果动静太大 引来了怪物 甜妹胆子小 被玻璃外面突然闪现的怪物 吓得摔倒在地 晕了过去 黑哥这边 诸如兄弟已经采集到钥匙的数据 而接下来的工作 需要到锁店里完成 兄弟二人顺利摸到锁店 找到钥匙后 开始用切割机进行打磨 由于店里时好时坏 多久能好谁也说不准 实望这边 无所事事的他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俗话说得好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因此 他要解剖怪物的尸体 其他人虽然不理解 但也尊重他的选择 实望用电焊枪割开怪物的肚皮 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蛆虫 看起来很恶心 实望把怪物的心肝脾肺肾扒了个遍 又手剑的戳了戳 不仅如此 重口味的实望 还拨弄了几下神似嘴巴的部位 结果绿色的体液 像喷泉一样喷射而出 直到一分钟后 才消停下来 躲在一旁的老太太倒了大霉 从头到脚 被绿色黏液浇了一个遍 停电后 实望借着手电筒的光继续观察 不知摸到什么 自说爱的血水喷了金姐一脸 刺激的气味 让围观的几个人大吐特吐 尽管如此 实望还要投铁地进行下去 而下一幕出现的场景 更是黄的发泄 怪物的生殖器官像发疯了一样 开始无差别扫射众人 在第一步中 我们早已见识过怪物的超强繁殖能力 这一回再次刷新了人类的认知 女王实在忍不了 拿出喷子 让史王立刻助手 史王没有白忙活 他发现怪物的肚子里 长着一只诡异的卡茨兰大眼睛 大家很好奇 纷纷凑上来围观 原来怪物的肚子里 不仅有眼睛 有嘴巴 还有一条几米长的舌头 更猎奇的是 肚子里的大嘴 竟然能发出尖锐的叫声 忍受不了的几人 捂着耳朵逃出帐篷 关键时刻还得是女王 一喷子让怪物彻底闭嘴 听到枪声的诸如兄弟 在打磨好钥匙后 第一时间赶快来查看 刚才被年夜浇灌的老太太 身体已经开始溃烂 就在兄弟二人大骂失望时 听到叫声的怪物 已经找过来 试图破目而入 兄弟俩想把奶奶扶起来 谁知轻轻一碰 老太太腿上的肉 就像脱手套一样 从骨头上面剥离下来 没办法 两人找来麻袋 小心翼翼把老太太套了进去 危机关头 一群人紧急躲到了屋顶 而此时的老太太 早已面目全非 甜妹这边 她刚从噩梦中醒来 就看到了比噩梦 炸裂一百倍的场景 怪物连流浪猫总不放过 厉害的是 这玩意儿竟然不存在种族隔离 眨眨眼的功夫 可怜的流浪猫就生下了小怪物 漫长的一夜总算熬了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屋顶上的人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是从一辆小汽车里传出来的 史旺因为昨天解剖怪物的事 良心备受谴责 于是 她自告奋勇 打算一个人去拯救孩子 好不容易苟到现在 大家都劝她不要做一些愚蠢的决定 一时间 史旺的牺牲精神 差点让大家泪目了 壮士好走不送 史旺利用屋顶的电缆 有惊无险荡倒了地面上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肯定会发生 她刚找到孩子 怪物就杀了过来 说时时那时快 史旺胳胳膊肘夹着孩子 一路狂奔 这抱孩子的姿势也是绝了 史旺抓住电缆 试图原路返回 但因为抱着孩子 实力不好发挥 最后 她只能趴在屋檐上 林上到屋顶还差最后一步 此情此景 黑格心里暗爽 很快 史旺体力不支 再次荡回地面 面对怪物的围攻 她只能不停地奔跑 楼上的人们 对着怪物集中鼓励 很可惜一枪都没打中 看着怀里 独自开朗的小宝宝 史旺用了一个主意 她奋力一扔 让孩子在空中 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宝宝倒在血泊中 被怪物一口吞掉 而孩子的牺牲 为史旺争取到了逃跑时间 史旺的举动 让大家目瞪口呆 然而下一秒 他们便自古不暇 一群怪物爬了上来 睡已至此只能硬刚 期间 史旺也顺利爬了上来 一阵鸡飞狗跳的厮杀后 怪物全被杀死 但飞舍党里的一个妹子 却不幸被怪物咬成重伤 此地不宜久留 当务之急 尽快躲进警察局 黑哥想到一个办法 把受伤的妹子扔到楼下 以此分散怪物们的注意力 虽然女王不忍心 但为了拯救更多的人 只能默许 妹子掉下去后 依然坚强地活着 和计划的一样 妹子成功引走了怪物 趁怪物不在的这段时间 女王把摩托车开到屋顶 然后他们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 制造出一个 类似投石器的装备 利用它 就能把人投到对面的警局 黑哥提议 让体中最轻的朱如兄弟 先试试睡 雷公没有拒绝 但前提是 得先做一次测试 老太太就快死了 黑哥认为用它最合适 孝顺的闪电极力反对 为此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好在最后雷公还是同意了 在他教育下 闪电只好妥协 怪物的粘液很厉害 老太太的身体 已经被腐蚀的一碰就断 然而 计划还是出现了变故 老太太超重 投石器无法启动 于是 他们手动减轻了一些重量 测试正式开始 老太太被投石器精准投放 只不过落地的瞬间 老人家的身体碎了一地 请注意 接下来的不是演习 按照约定 由雷公先来打个样 黑哥提醒他 过去后 先打晕流浪汗 然后开门接应大家 雷公小小的身体 被弹射到了高空 尴尬的是 初始速度不够 人还是掉下来 耍了个狗吃屎 可怜雷公悲惨的领了盒饭 作为动力员的摩托车 还在发动 石旺提议关掉 却被蹦出来的铁棍刺穿脑袋 死得不能再死 投人计划彻底以失败告终 随后 他们改变策略 利用闪电的体型优势 让他钻进铁桶 再悄悄靠近警局 超市里 一个怪物从通风管道掉了下来 在和怪物的打斗中 田妹凭借超绝的运气 毫发威损 不仅如此 他在撞死怪物的同时 还巧妙地利用它 在布里墙上砸出一个小孔 之后又利用怪物锋利的爪子 把小孔抠成一个大洞 在田妹的不懈努力下 玻璃终于被打碎 田妹脱下裤子 包住锋利的边缘 在怪物扑过来的最后一刻 成功从小超市逃了出来 回到闪电这边 冒险旅程一开始还算顺利 他不仅拿到雷公掉在地上的钥匙 还成功地来到警局门口 可千算万算 没人料到刘兰汉这么狠 为了阻止其他人进来 他竟然找来一枚炸弹 等闪电发现不对劲 为时已晚 铁桶被炸飞了出去 不过最倒霉的还是田妹 眼看着叫逃出小镇 却被爆炸中飞过来的铁片 割断了脖子 唯一庆幸的是 爆炸的巨大威力 崩坏了警局大门上的锁 可遗憾的是 留给幸存者们的时间不多了 随着屋顶上的铁轮尸首 大批怪物蜂拥而至 在绝望的尖叫声中 电影结束 显然 故事最后留下的悬念 是在为第三部做铺垫 没错 这个系列还有最后一部 导演约翰·古拉格 发扬了起一贯的反英雄式电影主志 在他的电影里 没有真正的英雄 也不需要英雄 最典型的就是 十万为了自我救赎 冒险拯救了一个孩子 然而在生命受到威胁时 这个你以为的英雄 又摇身一变 成了谋杀婴儿的凶手 这一刻反讽效果直接拉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又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故事紧接上一部最后 甜妹被铁片击中后 原来没有立刻死掉 不过她太不走运 刚大号一声 就被告钉上 怪物速度极快 没等甜妹站起来 脑袋就被无情收割 而接下来的场景 让我们直观的见识到了 怪物的消化名利有多炸裂 她刚把甜妹的头吞下去 下一秒 残骸就从菊花处排泄出来 此时 屋顶的大门被怪物撞开 看这个动静 原以为杀上来的是一只怪物军团 结果就一个 怪物皮操肉厚 子弹攻击不管用 关键时刻 标车女王一高人胆大 骑着摩托直接堵在怪物身上 巨大的摩擦力 瞬间让怪物血肉横飞 解除危机之后 一起人顺着楼梯往下走 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 史旺在上一个故事中 我已经默认它凉透了 结果这哥们还活着呢 造型挺别致啊 下落的过程充满未知的风险 女王手底下的黄饭妹妹胆大欣喜 独自一人默黑干掉了一个怪物 警局的大门已经被炸药炸开 所以进来并不难 在这里 他们遇到了一个肌肉男 对方人高马大还有枪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肌肉男说 他开了一晚上的车踩到这里 一路上并没有看到部队 或者民兵的影子 换言之 等待救援几乎没戏 说话间 刘浪汉鬼鬼祟祟出现 要不是他不愿意开门 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女王很生气 但是手下的姐妹 把刘浪汉海扁一顿 现场有多炸裂呢 刘浪汉直接被他们打出了响 之后 一伙人齐刷刷的躲进了牢房中 虽然肌肉男也跟着进来 但他并不认同这种躲避的方式 与其坐以待毙 还不如拿枪出去 和怪物拼个你死我活 金姐觉得有道理 爷们就是要战斗 不是吗 肌肉男和金姐很聊的来 于是他热情的掏出手枪 手把手教金姐这个萌新 如何正确的使用手枪 交着交着 氛围也变得越来越暧昧 两人眼神拉丝的时候 肌肉男放心的把枪交到金姐手上 并且让枪口对准了自己 结果金姐一个手抖 抱了肌肉男的头 大伙惊呆了 金姐也懵了 没过多久 警局外面传来怪物的嘶吼声 安全起见 他们决定到武器库找些装备 从刘浪汉手里拿到钥匙后 女王把这项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黑哥 出发前 他们在黑哥身上拴了一根绳子 一旦出现意外情况 立刻把他拉回来 大脑里的人摒弃凝神 黑哥则默着黑 小心翼翼在地上爬行 但好死不死 偏偏在黑哥刚打开武器库大门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两只怪物大摇大摆 从大门走了进来 黑哥惊慌之际 赶紧躲到桌子下面 钥匙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小心弄丢 随着武器库的门自动关闭 掉在地上的钥匙也被锁在了里面 更糟糕的是 桌子下面并不安全 很快怪物发现了黑哥 千钧一发之际 大家齐心协力 把黑哥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警局的牢房不是开玩笑的 怪物隔着栏杆忙活半天 一无所获 只好离开 不过 牢房中没有食物没有水 躲在这里并非长久之际 天亮后 一群人分成两拨 壮着胆子走出警局 九宝大爷 金姐和史望三人组队 剩下的人是另外一组 逃亡途中 好心的金姐还救了在爆炸中 幸免于难的诸如小弟闪电 黑哥在另一个小分队里 他为了活命 不厚道地把流浪汉推到怪物面前 结果怪物下嘴啃的时候 对流浪汉身上祥瑞的味道差点熏吐 于是怪物果断放弃了流浪汉 此时的黑哥 已经和飞车党人顺利躲进集装箱 可是这里就安全了吗 不可能 黑哥背对着墙壁 却没注意到墙壁上有一个小洞 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怪物接下来使出的招数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把眨眼的功夫 黑哥的肚子像气球一样滑了起来 接着怪物又在破肚而出 流浪汉怪口脱险后 逃到了自己位于地下的制毒窝点 仔细看 发现它竟然是一辆车 女王和手下的姐妹很快找到这里 可是 阴魂不散的怪物还是发现了他们 女王的一个小姐妹 不幸被怪物抓住捏爆了头 危急关头 红发妹一脚把流浪汉踹到怪物怀里 接着放火点燃 怪物和流浪汉瞬间变成火球 退出了车厢 女王一个萌踩油门 直接把车开到地面上 躲在房子里的警戒纪人 听到动静连忙出来拦车 然而 女王并没有停车的意思 看着狼狈的几个人 车上的红发妹 还嘚瑟地朝他们做出一个哭唧唧的表情包 不过造化弄人 车上的燃油不多 每开说几米远 车子就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 几只怪物追杀过来 现状 大家只能躲进车厢 就在他们以为这次在街南逃时 一个身穿抖红的男人突然出现 男人身上的耳机 能发出一种让怪物头疼欲裂的声波 因此 怪物没有继续纠下去 男人摘下帽子 让大家喊他先知 先知说 他拥有控制怪物的能力 希望他们离开 他们就会离开 先知告诉大家 想活命就跟着他 只要顺着排水沟一直走 就能抵达安全的大城市 眼下没有更好的出路 几人商议过后 接受了先知的建议 排水沟昏暗狭窄 一行人只能爬着前行 途中 一道铁丝网拉住了去路 好在问题不大 女王和红发妹很快搞定 红发妹率先来到对面查看 结果遇到一个面目猙獰的丑女人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没等红发妹反应过来 丑女人便叫出两个壮汉 三人合力 乱刀捧死了红发妹 目睹这一切的女王 无能为力 只能隔着铁丝网 无能狂怒 就在这时 神兵天将 一个小伙子突然出现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灭掉了丑女人和两大壮汉 小伙子名叫克罗德 两天前 他也被这三个人坑过 所以 这次是专门来复仇的 克罗德练过几年的中国功夫 确实有两下子 他告诉众人 这些人之所以残暴嗜血 是因为被怪物吐出来的 年夜感染了 如果他们不死 用不了多久 就会变异成怪物 女王悲痛欲绝地和红发妹告别 金姐则趁着没人注意 偷偷顺走红发妹的小铁锤 藏在了鞋子里 复仇结束以后 克罗德顺着扶梯准备离开 不料出口来了一只怪物 克罗德没注意 被怪物咬断右胳膊摔了下来 见状 先知试图用声波攻击 假模假式地喊了半天口号 怪物总算走了 一波钢瓶 一波又起 九把大爷和克罗德 与大部队走散 一碗掉进了蓄水池 这里隐隐约约能听到怪物的嘶吼 大爷问克罗德 你还能打吗 克罗德自行地说 没问题 欢迎刚握 一只大怪从水里窜了出来 没错 弱弱的还是克罗德 这下 仅剩的一条胳膊也没了 好在关键时刻 就把大爷够给力 在他助攻下 最后两人有惊无险 击退了怪物 大爷年轻时当过兵 在处理伤口这方面有些惊艳 见克罗德的伤口血流不止 大爷先是用酒进行消毒 接着把子弹里的炸药倒进伤口 按照计划 只要用火柴点燃灼烧 就能止血 但结果好像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砰了一声 克罗德的惨汁又被炸断一截 鲜血像喷泉一样 逼了出来 幸好克罗德血条超厚 血流了一会儿就没事了 两人兜兜转转 最终顺利与大部队会合 此时的地下已经不再安全 大家决定顺着梯子往上爬 梯子距离地面有点高度 于是在大爷的帮助下 大家也都安全地爬了上去 轮到克罗德时大爷说把你的手给我 克罗德看了看胳膊 之后两个人都沉默了 这时一群被感染的人跑了过来 没了手 克罗德就只能用双腿战斗 可惜敌人时代太多 克罗德打不过 身体被发疯的人类拦腰扯断 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 一行人继续逃亡 就在他们奋力打开一扇卷连门时 身后出现了怪物 先知还想施展绝技 但这回不好使了 怪物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愤怒地将先知虐杀 趁着先知牺牲了这段时间 其他人陆续躲到了卷连门对面 然而 微催的死望 因为脑袋上的钢管 被卡在了门缝里 怪物越来越近 死望要被吃掉了吗 好险怪物遭到袭击 领和饭 而杀死她的是一个半人半怪物的幸存者 这人看起来有点眼熟 原来是黑哥 他被怪物玷污生下孩子后 没有死 而是发生了变异 夺妻之仇不共戴天 于是 黑哥看完后 当着金姐的面 把插在死望脑袋上的钢管拔了出来 这一把 彻底掉了死望的命 心上人的惨死 彻底激怒了金姐 他把正在怪物化的黑哥扑倒后 直接上嘴开咬 原以为看到这一幕的其他人 会上前阻止 结果他们竟然一起加入 这么重口味 被爷看了对对付 事后 金姐还不解恨 又拿来地上的钢管 硬生生把他捶进黑哥的嘴里 一通歇斯底里的泄愤后 几人终于回到地面 而此时的女王明显已经被感染 看来 她在排水沟里和怪物搏斗的时候 不小心接触到了粘液 为了保护同伴 女王把黑哥绑在摩托车上 趁着还有理智 能走多远走多远 故事最后 地球上却只剩下九宝大爷 金姐和闪电三个人 大爷说 繁衍人类的重任就交给我们了 说完 大爷脱光上衣 准备和金姐执行光荣的任务 谁知下一秒 竟闪现一个巨大的变形金刚 他一脚下去 把金姐和闪电踩成了肉泥 不是 最后玩这么抽象的吗 自此 地球上却只剩下九宝大爷 一个老光棍了 相比前面两部 终结篇玩得最嗨 所以看起来也最混乱 不过 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简单粗暴 以及不着边界的脑洞 看到最后 还是不知道怪物的来源到底是什么